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持续高热啊 比如三四天还是持续高热 说明这个可能会出现重症的啊 我们要加益颈体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看到患者的这个呼吸的状态 比如呼吸频率啊 啊呼吸频率特别的快啊 呼吸频率特别快 呃说明了可能患者呢 有呼吸衰竭的可能啊 呼吸衰竭可能有可能出现重症的肺炎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咳嗽的问题啊 如果这个剧烈的咳嗽呢 也往往提示呢 这个病变的下呼吸道 进入了下呼吸道 要注意呢 有肺炎的发生 另外那么还要注意呢 就是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出现胸痛啊 呃肚子疼等等的这些这些症状呢 也提示呢 病情呢 可能有加重 在用药的话呢 呃该退烧就退烧啊 比如说39度了 烧得很难受 这时候不用退烧药的话呢 那机器呢 可能会受到一定损伤啊 机器会受到一定损伤 那就即使呢 该用退烧药就退 用退烧药 但退烧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尤其老年人退烧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先多喝水 另外我们也还有一些呢 这个减轻呢 感冒中毒症状的一些药 一些一些那个 呃感冒的西药啊 也都能够减轻我们的这种浑身酸痛啊 呃鼻塞呀 流涕呀 呃这种这个呃 呃感冒的这种不适症状 但是呢 也不要呢 过多的依赖于这个药啊 因为这些药物呢 能够一定成功的轻症状 但是呢 根本啊 还要靠病毒的本身的自限啊 他没到那日子 这病还好不要 如果是这个轻症啊 或无症状感染者呢 一般来说是可以不用治疗啊 可以不用治疗 因为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是吧 呃抗这个新冠病毒 没有什么特效药 呃而且呢 病毒呢 呃基本上都有自限性 就这种轻症啊 无症状感染者 多数都是自限性 一般在一周之内呢 就基本呢 正在好软甚至痊愈啊 咱们可以备一些啊 这个感冒冲剂啊 莲花清温啊 金花清感啊 呃这个刚刚来 我说的几个退烧药 什么布洛芬啊 洛苏洛芬啊 呃对一些呃这个 呃氨基酚呢 这些都是和我们 备用的那些药物 也就是差不多 就是常用的感冒药就可以了 脊门剂啊 呃血压剂啊 呃这个最好都是 都是家里能够有的 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尤其老年人呢 有些基础病的呢 我们最好呢 能备一个呢 止脉痒的呃 饱和度仪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测血压 测心率 测氧核 测体温 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这个核酸检测 也不用是天天的去测核酸 因为现在也给了很多指南啊 一般来说呢 呃这个病呢 我们居家隔离呢 五天以后 呃 有相当一个人是转阴啊 这个时候呢 五天以后我们再做核酸 啊 看看我们那个 是不转阴了 所以说得了这个 新冠以后 不用担心 居家隔离一段时间 一周左右 我们就可以啊 重新回归社会了